全世界都在淨灘嘛 那台灣人也進了非常多的灘 我們也進了上百場的灘 但進完灘我發現很多人都是看完 然後就把垃圾給丟掉 但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應該要去了解 這是到底什麼垃圾 你今天撿得到保麗桶你今天撿到什麼 那是差非常多的 那我希望我們了解問題 我們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海飛突然就是用一個最漂亮 最虛華一個很可愛的方式 讓大家好好去看看垃圾到底都是什麼 沒有做rethink的話 我應該就會是個正常人吧 正常人就是我知道環境議題 那做不做真的是看我的心情 但大部分都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可能會跟環境海洋比較疏遠 那唯有做rethink我才會真的去關心海洋 就好看見海洋發生什麼問題 我原本會想要像Thanis 然後把大家都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要創造出另外一個地球 然後把一半人口移過去 那其實環境都有它的承載量嘛 其實如果人口沒有那麼多的話 我們環境都還有它的負荷程度的 那我會希望可以把人口去疏散一下 讓環境可以喘口氣